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是電廠推薦 為什麼叫電廠推薦 因為電廠本身很漂亮 然後我就一直問他 那你到底是用什麼 你是用哪一支筆啊 你是用哪一個東西啊 他跟我說這個眼線筆 你可以拿來畫下眼線 因為你直接用眼線液畫的話 有一點點太死了 可是你可以用眼線筆 用眼線筆的話 跟大家說你看喔 你這樣畫就會比較自然 就不會像眼線液一樣 一到水水的這樣 對 而且這個眼線筆 你是偷懶經過一整天 睡了一整個晚上 隔天早上起來也不會暈開 你睡覺起來的妝一定會花吧 告訴你會有太多戴著妝 直接睡到隔天早上的經驗 都沒有花掉 你知道有的人 不要說睡一整天了 可能睡個午覺起來 這裡就暈了 你睡覺啊 揉眼睛啊 出油就整個變熊貓眼 對啊 可是它完全不會暈 大家可以知道 它防水防水的效果多好了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要帶大家看到的是 另外一個牌子 它是行豆酒 那這個牌子呢 它是開架式的 可是啊 它在秋冬有一些新的東西上來了 但是要跟大家說 它是10月1號上市的喔 我們現在帶大家搶先看 先帶大家看到 耶 搶先曝光 對 曝光 曝光 搶先曝光 你有語言障礙嗎 一點點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東西 好有趣喔 你知道 我個人化妝有一個怪癖 就是啊 很多的彩妝師 不要說很多彩妝師 市面上 什麼市面上 你在業界看到所有彩妝師 他們都會把你畫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內眼線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是不是因為很容易 就是不開 因為有的人就覺得 如果時間有限的話 或者是 其實鏡頭如果帶遠的話 他可能就覺得說 看不到就算了 而且有的人不敢畫內眼線 會一直眨眼睛 可是我覺得內眼線好重要 因為你畫了之後 整個眼睛看起來就黑了 就有像帶瞳孔片的效果 不畫的話 就會有一個肉色一直在那邊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個東西 它是專門畫內眼線 可是它真的很小 我不知道攝影大哥 戴不戴得出來 它是三叉筆 有一點點 有有有 其實它有分叉 你不要再動了 它分叉了 它是三叉 它像豬八戒的 拿著那個扒子 對 那這個三叉是做什麼用的呢 你知道它的空洞 可以讓你的睫毛放去 怎麼說 你來示範好了 你來示範啦 你來示範 因為我已經畫好了啊 那你示範我的 你看喔 它三叉可以剛好這樣子 對不起我把眼睛用起來 你自己畫啦 然後這樣子 剛好有沒有 就把睫毛插進那個縫裡面 就這樣畫好了 你自己畫了好不好 我一直用你一直眨眼睛耶 好 好 就直接把它插進縫裡面 對 因為我們都很注意其實 今天不應該先畫好內眼線 應該示範給大家看 你看就是睫毛會插進那個洞洞裡面 嗯 一根根的 對 然後就可以畫好內眼線了 你知道 有點像針子是不是 對 怎麼知道 早就知道你想說什麼了 我怎麼覺得你是故意的 好 這一罩就可以畫好了 有沒有很方便 因為你用眼線液的話 你很難畫到那個睫毛這麼細的縫縫裡面 用三叉筆就可以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市面上我還沒有看到有出三叉筆的耶 嗯 好的 好的 接下來給大家看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眼影棒 你以前眼影棒都會沾眼影 畫在眼睛上面對不對 可是它這個眼影棒不用沾 它本身就可以直接畫在眼睛上面 所以超方便啊 你不必另外再帶刷具 就可以畫在眼睛上面 其實從以前就有一些像是這種眼影棒 可是你眼影棒有的如果不好暈染的話 你畫上去一條它就是一條 畫兩條它就是兩條 但是我覺得比較好的效果應該是你畫一條 暈上去會變一整片的 對 示範給大家看 這樣會比較自然一點 其實你可能是初學者 你可能你會覺得比較好暈染 對啊 你畫一條線之後 你看它其實筆線很軟 不會讓你眼睛痛痛的 因為很多人會拿眼線筆 就是畫眼線筆 那個會比較硬 那個就比較痛 拿來當眼影 其實它現在有出眼影棒 它們家比較特別的東西 另外再給大家看 它們有出各式各樣不同眼睛的東西 因為它們家其實有帶了兩個不同的品牌 然後都是日本 一個是Puffy代言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那個就是演那個叫做什麼 我忘記了 Nana 什麼叫Nana 好像是耶 就叫Nana而已嗎 那部電影的那個女主角 中大美加 對 中大美加代言的 對 果真是姐姐 還好你了解我要說什麼 就是它們家就這兩個開架品牌 對啊 開架品牌 然後它這個是超級 極黑濃密的眼線印 帶大家看到它有多黑 非常非常的黑 就你一換上去整個人就黑掉 沒有 不是 不是小姐好黑 你看它非常的清楚 而且極黑 有的畫起來是灰色的 我不喜歡 我希望超黑的 就一畫上去馬上就有效果 對 我不希望是灰色的 黑色才是王大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另外一個東西了 這個東西啊